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回生活种菜 我的频道呢,是关于咱们家庭后院或者阳台 用花盆或者用土地种菜经验分享 如果您对种菜感兴趣的话,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冬瓜的种植 现在摆在我面前的这些就是我们自己育的冬瓜苗 从种子到现在大概有一个月左右 现在每一颗冬瓜苗都大概长了四到六片枕叶了 长得非常的强壮,粗壮,看这个茎非常的粗 今年呢,我们打算种三个品种的冬瓜 一个是那种矮冬瓜,还有一种是长条形的冬瓜 还有一种是毛瓜,都是我们从超市买的冬瓜 然后抠的种子种植的 而且我们以前呢,也跟大家介绍过 我们往年呢,也是抠种子种的冬瓜 都是没问题的 今年呢,我们会种三个品种的冬瓜 这三个品种冬瓜呢,我们之前都有种过 第一种是这么大的,那种绿色长条形的冬瓜 还有一种呢,是粉皮的,圆的 就像一个西瓜这么大的一个粉皮 它不是说那个粉色的那个粉啊 是它看起来那种粉粉的感觉 就像有一层白霜一样的那样的冬瓜 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之前给大家强烈推荐 也最适合我这里的一种叫毛瓜 是一种小冬瓜,大概就这么大 就这么大一种 这个冬瓜的品种呢,有很多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种这么大的冬瓜啊 它的生长期也比较长,大概要四个月左右 而且呢,它开第一朵花的那个时间 也是需要的时间比较长的 如果是您是种小冬瓜,这么小的冬瓜的话 我的经验就是在两三个月就可以收获了 它开第一朵花的时间也是比较短的 就是比较快的,收获比较快的 就说大冬瓜的话,您种这么一个大的 可能就需要时间比较长 要等的时间比较长 然后呢,一颗植株就接一个 如果您种小冬瓜的话呢 可能提前收获 可能会收呢,一颗植株可能会收三到四个 然后收的也比较早 可能早就能吃上了 这就是大冬瓜和小冬瓜的区别 现在在我旁边这个爬藤架子的下边呢 这个简易暖棚里面 就是有种了我今年育苗的毛瓜 除了毛瓜之外 这个紧靠架子的这边还有葫芦 里面还有几颗西红柿 我们采用的是立体种植的方法 因为我这里的气温啊 夜晚的最低温度还是在五度左右 今年比较反常 所以呢,我用晚上的时候 我用这个塑料布挡一下风寒 然后白天的时候我是敞开的 但是呢,这个冬瓜的最适宜生长温度 要在20到30度左右最为适宜 如果是您要移栽的话 最好是在夜晚自己温度稳定在10度以上 以后再把它移栽出来 除了刚才我给大家看那个小冬瓜毛瓜之外呢 这个地方种的都是大冬瓜的品种 也是晚上用这个塑料布照一下 然后白天给它敞开 可以看到我这些大冬瓜的瓜苗已经移栽了有一个星期了 可以看到它们是在长大的 而且这个叶片还是很碧绿 比如说这个都已经长出卷须来了 说明它们是在正常生长的 因为以我的经验呢 冬瓜是比较耐寒的品种 而且我自己一顿苗也是比较粗壮的 所以我一个星期之前 我就已经把它们定植在室外了 关于这个冬瓜种子的育种和育苗呢 我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 我们种的冬瓜呢 都是从超市买的喜欢的冬瓜品种 然后回来进行抠种子种植的 因为抠的种子它比较新鲜 所以它那个发芽也是非常快 非常顺利的 首先您这个种子一定要是比较饱满的 然后看起来就是比较成熟 你不能是那种扁扁的 那样的话你催芽那它发不了芽 种子没问题之后呢 咱们就用我经常给大家介绍的 那个纸巾催芽法 把种子放在湿纸巾里面 那个淋上水 然后放在一个小塑料兜里密封 然后放在您家里温暖的地方 比如说暖气旁边 需要30度左右的时间 几天它就能够发芽了 然后把它那个发芽的种子呢 转移到小的育苗盒里 就在室内的育苗灯下进行培育 或者是窗台边阳光充足的地方 如果室外的温度还比较低呢 还不能到达移栽的那个温度呢 咱们就在室内培育 可以呢从小小盆 小育苗盆变到大一点的育苗盆 然后呢再给它加一些 就是稀释的液体肥 就让它在室内先长 等到室外温度合适的时候呢 就把它移栽出来就好了 再补充一点呢 就是如果您是买的种子的话呢 最好就是先把那个种子 在水里泡一泡 给它泡软一点 这样的话它那个 再用湿纸巾的话 它就发芽就会更快 但是呢还是那句话 就是种子不需要剪 也不需要割 只要温度和湿度达到了 它就能够顺利的发芽的 在把这个冬瓜移栽了之后呢 在它生长的前期阶段呢 我们可以补充一下 以氮肥为主的肥料 然后在它开出花来以后呢 就偏向于磷甲肥为主的肥料 但是也不是说氮肥就为零啊 各种营养都要均衡 关于这个浇水呢 在移栽了之后 我们给它浇定根水 然后在它长叶子这个阶段呢 做到渐根渐湿就可以了 然后在果实膨大期 就是那个冬瓜呀 受粉成功之后 在变大的那个时候 它需要大量的水分 那个时候呢 天气也变热了 就是不要怕浇水 要多浇水 这样它才能 那个果实上才能迅速的膨大 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冬瓜种植的间距啊 可以看到我这个冬瓜种的 还是间距比较近的 还就是说种的比较密的 以我的经验呢 就是如果您的地比较充足的话 一大片地种一颗冬瓜 然后主要培养这一颗冬瓜 或者说您那个冬瓜呢 是有商业目的 比如说要长得好看啊 或者什么的 那您可以就是给它充足的空间 但这样它那冬瓜就能长得大 对吧 就是大品种的就能长得大 那因为我是家庭种植 所以我对这个大小的要求不是很很高 因为我们都知道冬瓜呀 在它没有完全长到那个full size 就是没有完全长到最大尺寸之前的任何阶段 都是可以吃的 它里面的籽不成熟 但是它那个冬瓜肉都是可以吃的 是没问题的 就是说没熟也能吃 所以呢 我把它种的密一些 这样呢 它就接的多一些 然后每一个呢 接的小 但没关系 我呢 把这些冬瓜没熟 然后我就采摘下来 到冬天放在我的车库里储存 想吃的时候就拿出来一个 吃这么一个呢 比如说吃两顿 这样就刚刚好 就是说种的密 它接的多 虽然小啊 但是它接的多 但是呢 有利于我的储存 如果是您种毛瓜的话呢 当然就是它一颗 本来它就接的多嘛 根据我的经验呢 我是喜欢在这个小面积的地里 种更多的这个大冬瓜 这样的话呢 首先有利于它开花之间的 它们开的花之间的受粉 因为冬瓜呢 是有雌花和熊花的 你种的多 它开的花多 这样如果小蜜蜂过来的话 就很容易帮帮受粉成功 然后呢 它接的也多 虽然它接的不大 但是它接的多 有利于我储存 如果是种的很大的一个冬瓜的话呢 我把它放在车库里 然后想吃的时候 一切 那它那个截面那个地方 就容易坏 如果你不能及时的 继续吃的话 所以就容易坏 所以我呢 就倾向于种小冬瓜 这样呢 我能一个每一个冬瓜 就是很快的就把它吃完 剩下冬瓜呢 没有切的呢 也好继续保存在车库里 关于这个种冬瓜的搭架呢 要不要搭架 我个人的经验就是 如果您种的是大冬瓜的话 那我倾向于啊 把它是放在地上 让它在地上爬 在地上生长 因为那冬瓜太重了 对吧 而且我们这个爬藤架子 对于我家来说 爬藤架是有限的 我架子上还会种苦瓜 种丝瓜 种黄瓜 所以一般大型冬瓜的话 都是在地上长的 如果是小型冬瓜的话 像我们去年种那个小的毛瓜 我是把它种在那个篱笆旁边 然后拉一个绳子 它就顺着那个篱笆 就是向上爬 然后那个小冬瓜的 它的那个 就是触须也非常的有力 它可以紧紧的抓住那个绳子 然后呢 不需要人为的去给它 再缠啊 再绑什么的 因为小冬瓜的本身就这么大 也不是很重 所以它很容易的 就抓住那个绳子了 是没问题的 所以说我的今天就是小冬瓜 毛瓜 您可以让它爬架子 或者是爬在篱笆旁边 大冬瓜的话 您可以让它在地上爬 但是如果您的家里的架子 这个爬当架特别结实 然后呢 也特别充足 那您也可以尝试让这个冬瓜 是爬架子 也都是可以的 这个冬瓜呢 是有雌花和雄花的 如果没有外界的帮助 比如说没有小蜜蜂 没有蜂 或者是您种在一个暖棚里的话呢 那就需要人工授粉 用小刷子在雄花上面刷一刷 然后在雌花花蕊上面刷一刷 如果是大冬瓜的话 我的经验就是 就是因为它开花比较晚嘛 所以它结果呢 它这个冬瓜从小长到大 又需要一定的时间 所以呢 基本上就所有营养都在集中供给 这个一个大的冬瓜 如果您种的是小冬瓜毛瓜的话呢 那一颗它可以总共能够产十几个小冬瓜 那它不是同时这十个冬瓜 这十个小冬瓜不是同时在架子上的 它是呢 可以同时有三个 三个那么大的 然后呢 您采摘了前面的 后面的第四个就慢慢长大 所以呢 就说我们要及时采摘前面的 已经成熟的小冬瓜 然后让后面的然后再慢慢长大慢慢膨大 然后呢 最后说到冬瓜的修剪 以我的经验呢 我曾经种的那个大冬瓜呢 它是主慢接瓜 有一根长长的主慢 最后那个冬瓜呢 接在了主慢上 然后我种的毛瓜呢 我的经验就是主慢和侧慢都可以接瓜的 所以呢 这个也需要根据品种来进行修剪 在以后的视频中呢 我也会和大家详细介绍 这个冬瓜的生长状况和它们的修剪 还有它们的施肥等等各方面 欢迎大家 如果对种菜感兴趣的话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